大家好,我们是等民论之道 泰雅支部数位教材与记忆推广 这次我们报道大纲,请参阅 前沿研究动机 哎呀,会传统支部记忆的人越来越少了 对啊,所以有少数的支部老师 透过个人工作室推广泰雅支部记忆 可是这种传统的真人教学能数一多 教学效果总是很不好 那该怎么办呢 为了克服上述传统真人教学 带来的人数限制与障碍 本主想透过探讨泰雅族支部传统记忆 研发泰雅族支部数位教材与小书 设计简易版座商型支部机 透过数位教材推广泰雅族支部文化 研究流程 确认主题后我们跟着支部老师 学习泰雅支部相关课程 借以设计完成支部与公支两号数位教材 最后进行教材施测与修正 文献探讨 支部机介绍 因应需求 泰雅支部机已经从传统地基 发展出各种简易化支部机 但是这些支部机体积大 体价刚贵 如桌上型支部机 一台也要一万元左右 公支介绍 公支是使用竹子的张力来进行编织 为泰雅族男人必备的生活技能之一 传统育用于肩肥带及腰部带 现在则是利用在各种文创商品上 如手环 图腾与颜色 泰雅支部常见的颜色以米色、红色、黑色为主 常见的图腾有山、鹿、鸭、为泰雅族人的生存依赖 竹林之岩、荣、Z 为部落与山林之间的守护 实物作品 为了推广泰雅族支部机 一本组设计的数位奖材 包括材料包、数位影片、实体小书以及小型支部机 实体小书介绍 我们的实体小书包括了女子支部的《等民论之道》 以及男子支部的《达亚工之谷》 小书内容包含了泰雅支部文化介绍、操作步骤 还有售后意见相及读语教学哦 罗嘎苏嘎你好吗 罗嘎祖祭我很好 透过云读字学读语真是有趣 数位影片介绍 只要扫描小书QR Code即可观看教学影片 我们的影片特点是 每部影片都有步骤主题名称 复杂的动作会重复播放 重点或困难的地方会局部放大或放慢动作 那这样学习效果好吗 没问题哦 我们有邀请学校的老师以及学生 进行教材的测试 并正对回馈意见进行教材的精进以及修正 小型织布机介绍 这是我们设计的小型织布机 我们的织布机虽然迷你 但作品最长可达100公分 织布机的优点是 价格便宜约2000元左右 体积较小方便操作 材料包介绍 为了方便学习 我们提供了材料包组合如下 商业分析 STP分析 我们利用人口心理及地理变数来进行市场区隔 锁定校内的师生及对编织 罗号有兴趣者为目标市场 市场定位 不受时空限制的 泰雅织布数位教材 行销4P分析 产品 我们的产品有 泰雅实体小书 数位教材 材料包及小型织布机 价格 织布材料定价为2600元 工资材料定价为600元 通路 我们预计通过网路平台行销来进行贩售 并成立新创团队向学校园住民相关单位进行推广 推广 一 设计流行中边商品如手机挂绳等 吸引消费者目光 二 提供客制化组织图 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作品 结论与建议 结论 我们的数位教材 学习者角度进行拍摄 使用者皆反应前协一斗 可以顺利完成作品 二 可以反复观看学习 以科技取代传统的真人教学 三 克服学习人数上的限制与障碍 最后 透过数位教材的推广 有助于泰雅编织文化的保留与传承 未来期许 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提供更多的组织图设计 将教学包放置各大平台展示贩售 将泰雅支部DIY结合国际观光客游程 透过体验与数位教材 将支付记忆推广至国外 等民论知道 由你来制造 我们快速把赖 我们的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